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 10月22日 今天来谈谈 重庆 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 迎来了一个尊贵的客人 和他关系非常好的 或者说是和习近平关系 特别铁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晨 10月21号 王晨到这个 重庆访问调研 18号到20号 两天时间 那么主题是什么呢 是积极推动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成余那就是 重庆和这个四川 两个省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 这是表面现象 官媒讲的是很好听 说是这个 农历把成余地区建成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重要经济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 改革开放新高地 高品质生活 异居地 等等 其实呢 这里主要的原因 就是王晨 要和这个 陈明尔 进一步的增加 这个关系 友谊的关系 因为他们之间 这个关系非同一般 我们知道陈明尔 是习近平的 这个 自将新军当中的骨干力量 习近平非常信任他 说不定让他 培养他成为 这个接班人 如果需要接班人的话 那么王晨呢 更拥挤啊 那是习近平的老铁 老铁哥们啊 为什么王晨能当上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如此的高位啊 其实能力 真是平平啊 但是呢 他有一个缘分 这个人呢 1950年生了 王晨 北京人啊 69年参加工作 也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上了这个贼船了 那么 这个人在69年到70年呢 在陕西省延安地区 义军县下降执行 在执行期间 可能是 这个 这个有缘分啊 有机会啊 干得也不错 70年到73年 他就是什么呢 他是延安地区 义军县委 宣传部的干部啊 还是县委办公厅的干部 那么 就在这个期间啊 这个后来他又提升了 延安地委办公室的 这个干部 具体管事的干部 深改那时候 这个搞着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呢 是这个 由农民推荐 农村推荐 推荐 那个表现好的知情 上大学 那么习近平就被基层 推荐上来了 卡在这个 就是这个县委 那时候习近平 所谓家庭出身不好 这个 如果说 依据这一条 可能就 被这个 拿掉了啊 这对他一生 是一个重大的 钻折点 你想 你不去北京 不能回到大城市 你就在这个 这个陕西窑洞待着 虽然当时 他已经是党中书记了 但是那毕竟对他来讲 不是一个 这个最理想的地方 所以据说是王晨 帮他忙 王晨那时候 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 王晨算一个 这个 就是比较善理 善良吧 比较同情他 一看他 这个心情人击破 想上大学 能力又比较低 老农民推荐上来 有不容易 那推荐的人 不只是习近平一个人 好几个人 那就是帮他的忙 那当然了 在北京城里边 教育部当时 也是有一些老干部 这个 对这个 所谓的 可以改造好的 这些走资派的孩子的待遇 的看法 有了一些改变 也算是碰上好人了 上下都碰上好人 习近平又上了大学 所以习近平 这个人呢 讲哥们一起 这个从私人的角度 小圈子的角度 来讲 来看 是个好事 就是怀念过去老朋友 帮过忙了 我要回报 但是你给他放到整个国家的大环境当中 大格局当中 重用自己这样的 哥们 不管他能力怎么样 就给提拨到 这个全国人大 副国级领导 实在是令人 匪夷所思 有利有弊 那从王晨哲角度来讲 从习近平那些过去的 和他有过生活交集的一些人来讲 是好事 但是对整个国家需要的人才 就不一定会局限到 这个习近平认识这些人当中 对吧 就团团伙伙 小圈子 乌大郎开店 但自然而然王晨 自然而然王晨对习近平是忠心耿耿的 所以习近平给他一人大副委员长 委员长是栗战书 这个人大这个秘书长是杨振武 杨振武是习近平在这个河北 栗战书他们在河北的时候 新华社出河北的记者 你看他们都是一个小圈 所以为什么港版国安法呀 遭到海内外人们的反对 倒行逆事 逆历史潮流的动 这个破坏了一国两制 这个失去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用 他宁可这样的他也能通过 为什么能通过 就是因为他们这三个哥们 管他什么国家利益 把我们利益放最前头 所以我为什么说他们格局小呢 心胸不心眼界不开阔 干不成大事啊 只能干他这小圈子里 还沿用杨洁和那套东西啊 也就当年这个七十年代上山下乡那时候的 那些作风 小圈子里边喝点酒吃点肉催点牛皮 你帮我帮你啊 这个肝胆相照 就这套东西吧 本人是太了解了 也算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啊 所以他到这个重庆去啊 就是要帮帮陈敏尔 两个人在勾兑勾兑 研究研究 怎么能把陈敏尔捧上去 捧上去首先你要搞好经济 经济是什么 就是这个所谓的城与地区经济圈 就经济两个圈子 实际上四川和这个重庆 原本就是一个省的 这是一个目的啊 当然他这里会讲到什么呢 王晨来到渝北区 南岸区 永川区 两江新区 经济增长点 考察了什么 东方红 卫生移动通讯 听取全球低轨卫星 移动通信 以空间 互联网项目介绍 还强调什么呢 在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 长城汽车 从庆智智慧工厂 永川大数据产业园 李家智慧工员 等等 反正就这些 这个现在要搞的这些科技项目啊 走走 看一看 这个 所谓是在这个 十四五规划当中的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啊 这个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 一体化 这些东西 这些方面做点事情 这是一个目的 就在经济上 帮帮他 因为你要 你将来晚上上 你肯定要 这个 当街外人 要把这个 重庆搞好 首先要 把经济问题做好 这是一个 一个原因 第二呢 现在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非常紧张 有可能发生战争 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那么 重庆 四川 就是内地了 大互放了 你在北京就危险了 他们这些人准备往这边来撤离 做好准备 来先来 了解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安排一排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说 一旦领导将来 到这边来 藏在什么地方 地下有没有防御攻势 有没有防核打击 和辐射的攻势 就等等 这些 这个此外 还有这个军工厂 像一旦开战 你要生战 生产枪炮姿态 能不能行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估计他这次来 研究这么几个问题 第三 还有什么 打击政敌 你为什么 你要想往上上 你必须打击那些对立派的 那么这就是 今天我要讲的 重点讲的 他肯定来以后 要了解了解 这个反腐败的 历见指向的对象是哪些人 于是他来这一天 你看 这个总纪委就发过了一个通告 人民日报就报道了 大家看一看 一个官员就落马了 四川省纪委 郑廷基 纪检战三园 楚明接受审查调查 果然就应声就落马了一个官员 当然不是太大的官员 是厅机 但是不要忘了 郑廷基 那在四川也可以 对吧 郑廷基 而且我就是机械监察系统 你看看他这个人的 简历就知道了 楚明 这个1956年出生 85年上了共产党 就自己穿了 只不过是上半场结束了 现在是下半场 上半场是工作 当官欺负别人 下半场是什么 坐牢 你看80年开始 这个人就在 这个叫卢县财政局工作 后来一直在卢县 后来卢县改为卢州 96年改为卢州了 在龙马潭区 委副书记区长 然后呢 任卢州市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 再往下一直干到 绵阳市委常委宣存部长 2005年到 2007年的5月 从2007年开始到12年 任绵阳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那么12年9月到16年 四川省纪委 省监察厅 郑厅纪检监察员 16年退休了 退休以后4年多 为什么抓回来 为了打击郑定 为什么盯住他了呢 你在看另一个人的 另一个人的这个视图 也就是共青团派的大佬 刘七宝 刘七宝呢 现在是政协副主席 但是你看看刘七宝的个人建立 你就知道了 刘七宝啊 他这个 2007年10月份 11月份呢 从这个广西自治区啊 当了党委书记 调到四川当了书记了 那么第二年 四年兼四川省人大常会 主任 一直干到2012年 也就是说他干这个事件 正好这些人都属于他的 低系的低系 也就是说抓这些贪官 那就证明刘七宝在这个地方 是保护伞 在他领导下 贪官很多 这才是关键 对不对 所以他来到这个地方来 跟这个陈敏儿的聊一聊 抓一抓这个刘七宝的低系 这样一方面忽悠老百姓 犯腐败 这个总共是不互端啊 这个大老虎也不放过 力度很大 连接奉公等等 讲的非常好听 实际上到处位置 安慰自己的人 另外也排除一些 这个异己啊 因为习近平想搞终身制也好 还是象征性的啊 这个搞所谓的这个接班人 但肯定了 就不希望地方有同情 刘七宝的人 支持刘七宝的人 因为你支持刘七宝 就当然支持李克强嘛 胡春华了 对不对 一旦胡春华 胡春华在比一起飞 这个习近平提拨一个 这个他们的人 那么李克强在提拨一个 自己的人上来 是不是 这个双方这个比例啊 这个人呢 人是这个比例啊 比重就要发生变化了 所以早点布局啊 你看他们配合 都这个非常好 那当然刘七宝呢 大家可能印象不是太深的啊 因为现在他在中午政坛呢 就遍远化了 就是这位啊 刘七宝 其实他这个格林履地表 也是比较这个完整的啊 这个人 那么根据网上的这个材料技术啊 他是什么呢 是这个安徽人啊 早年在这个安徽啊 速写这个工作 是安徽四番大学历史系这个毕业人 那么在基层啊 七十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了 就上了这个贼船了 中学毕业以后 回到这个乡村务农啊 先后担任过生产队的指导员 这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啊 那么后来 以这工农兵学员的身份 进入了安徽大学学习啊 七四年毕业后分到 就分到机关去了 就在安徽省委机关秘书处 就担任了随理秘书呢 万里 万里是总共的高官 这个口碑也不错啊 算改革者 万里曾经这个 在改革开放之处啊 大列创办这个经济开发区的时候 到大列来过好几次 我见过一次 万里 那么万里呢 这个 重用和培养了这个刘七宝 那么八零年 这个万里调到中央工作 刘七宝就安排到了 共青团安徽省委工作 后来就提拔 一直在共青团系统的工作啊 那么在八五年就调往 共青团中央了 和随起合作活 过和李克强啊 这个宋德福 刘延东 李文潮都是铁哥哥 所以他属于典型的团排大牢啊 但习近平肯定不喜欢 所以2012年上台以后 就把他调到这个正邪 给他塞在这个地方 但是放在这些 冷战不放心 93年刘七宝就离开这个共青团系统了 当时最早当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啊 后来进入这个由罗干主持的国务院机关 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副组长 还有精神文明办公室的副主任呢 协助罗干 王宗宇 两位啊 这个秘书长工作 那么2000年 那个时候胡温时代 对了 正是他鼎盛时代 就把他调到广西当广西的书记啊 那么就回到刚才讲的一个节点 历史节点 就是2007年调到这个四川省委当书记 人大常委主任 那刚才讲这位贪官 抓着贪官处名 2007年到12年 绵阳市委书记 绵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这官也不晓得 刘七宝肯定认识 对不对 也是他的底细啊 当然不是说刘七宝的秘书 我估计还不到时候 会从这开始 逐步开始挖这些啊 这个对立派的底细啊 等等啊 那么刘七宝这个人呢 12年 这个习近平上任了 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 刘七宝当时晋升为 这个政治局的委员了 那么17年10月 当选19届中央委员 但是落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就是人家怕你在政治局里 政治局里边 属于共情团安排的大佬 人家不用你了 随着你的能力强 那么这个就把它调 最后调到这个 在2018年3月啊 调到13届全国元大正习 副主席了 也就走下了路了 如果说挖这些人 再挖到流行榜的腐败问题 那可能就要拿下来 挖不出来 可能也就算了吧 这个原因情况就是很复杂了 那么这一次 王仁区我这么一讲 大家就知道 要做什么事 表面看什么调研啊 考察 他们都是在模糊自己的事 为什么呢 中共二十大布局啊 他们认为自己能干 两个一百年啊 永远不倒 到那时候说不定想 扶植了陈敏尔 做一个傀儡啊 习近平当过局委主席 陈敏尔做书记 是李强做总理 或者盗过了李强当书记 陈敏尔当总理 还有种可能 胡宗华做总理 李强当书记等等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肯定要把自己的人 安排的安插的越多越好 而且把政敌扫除的 越干净越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七谈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光大王美的收看 谢谢再见